哇 有櫻花看耶 欸 現在是滿開的季節了吧 要試試看 你看這個植機櫃檯一個人都沒有 連一半裡植機的人都沒有嗎 其實我原先是要去羽田機場的 但日本航空二月份的時候 把我的原先預定的到達機場 從羽田改成了成田 我到機場的時間也比較晚 因為我要到航濱嘛 成田機場到航濱的公共交通工具幾乎都沒有了 如果是羽田機場的話還比較近 租車比較便宜 但如果是成田機場的話 包車的費用或者是 坐出租車的費用是33000日元 非常貴 所以到了成田機場以後呢 我會先在成田機場附近的日航酒店住一個晚上 一個晚上的價格是13000日元左右 就相對也比較合理 我會摘得太多了 會不會去班 在跟山洋的那邊 也有限在車上 看球都可以 Warrior 既然沒了 一片草的風情 跟山洋有一點 2 2 2 3 3 4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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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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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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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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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里看看 所以一定要保持好体力 保持好清醒 去应对比较繁琐的过程 而且现场就是等PCR结果的时候 确实是要等一段时间的 所以非常建议大家把手机充满电 或者是拿一部switch出来玩 消磨时间 好的我是肥酱 不好意思这期有一点短 我应该马上就会更新新的一期了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观看最新的影片 以及订阅我的inst账号哦 我们下期见 Bye by bwd6